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这里是接受国小线上教学 任务假班的上课人帝 那我们这一节课是国语课 这是今天5月20号 星期四的第三节 那我们这一节是国语课 那我要请各位准备课本 以及国座 OK 好 来各位那我们先拿出国座 我们先来对第八课的一个答案 好 来我们每一道题目都一起来念哦 来第一大题第一题 在这次召开的会议上 两方代表实力相差悬殊 旧派支持者寡不敌众 只能少数补充多数 来第一个答案 照再来会议的意 寡 寡这个字稍微留意一下哦 好 有些同学会忘记这两个题话 好 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再来第二题 准备 准备开始 我们巩固自己的失业版图 平平不分昼夜在商场上 披荆斩 集 终于有了今日的成就 好 巩固的拱 再来 昼夜的咒 荆棘的荆 还有斩 斩手的斩 好 来特别留意一下 看巩固的拱 右上方这个部分 好 同学在这笔号 把这笔号圈起来 会比较有问题 会比较有问题 好 稍微留意一下 好 昼夜的咒 要特别留意下方笔号 这里是一个椰 好 不是一个田 好 那我们再往下一题来看 苦客 预备开始 苦客船长因不习惯小船的颠簸 而一路狂吐 但想到小岛上有取之不尽的硫磺 矿 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了 大声 得烟 颠 颠 颠 我 再来留 石部流 黄 石部黄 OK 这是第一大题 只有5秒 4 3 2 1 好 那这位我们来看到下方第二大题 来 大家一起来念题目 准备开始 野心勃勃的秦国 积极想侵犯我们 正当大家苦无对策 而忧心如焚时 出国来信说明愿意鼎力相助 合力把对方打得弱花流水 狼狈不堪 好 来什么字错了呢 好 好 来 改错字的时候啊 在题站上面你要先圈出错的字 好 一定要圈出 或是你用删除号来把它删除也行 好 来 积极有错吗 好 不确定 那没关系 我们先把确定来圈起来 鼎力的里 鼎力 再来狼背的 狼 是对的 那背呢 背好像是旁背成的背 好 来 那我们还有什么字 我们先做定下 一个是脖 这个脖 不要有三点水 好来 侧 顶 背 那请问侧哪里错了呢 没错 是部首错了 好来 各位帮我一定要在题站上面做出记号 用圈的也好 用打叉叉的记号 或是用一横这样删去法的部分 删除号这份也行 好 一定要帮我做记号 OK 这是第二大题 来 第三大题 协助替换 荒荒厚 意思不变的语词 所以你要帮我找上次语词哦 好 来 气定神闲 忧心如焚 依软及时 夜以忌御 正面交战 狼狈不堪 死狗语词是我们有在课本上 有做一些解释 好并记录下来的部分哦 OK 好 来 各位那我们一起来把题目念过去 第一题 表哥个性稳重 故事总是一副神态安闲 安详闲适的样子 请问神态安详闲适 闲适跟我们的题目所提供的答案 哪一个是相似的啊 没错 好 就是气定神闲 OK 在课本上我们讲到 好 诸葛亮一部气定神闲的样子 好 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事后的发展是 如他所想的那样 好 所以他非常气定神闲在那里 好 好来第二题 他夜晚接着白天一直不歇息改功 希望如期完成 好来各位帮我找出 和括号里头相似的四字语词 夜接晚 夜晚接白天 所以是白天夜晚都不断的从事某件事情 好 好 来 所以就是夜晚之日 OK 好 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左上方的题目 OK 第三题 我们大概请念哦 预备开始 以现在实力未稳的情况下 貌然出兵 无疑是以弱攻强 结果必然失败 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以下以 当中的字句 在题材上 我们要选哪一个答案才是相似的啊 没错 以软及时 OK 以软及时 就好比你拿一个鸡蛋去碰食以后 相当坚硬的东西 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不自量力 或是那个胜算是非常小的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四大题 选出正确答案 来 第一题下列方方中 好 上以下以后 中的字 哪些组的字型会是相同的 来第一 暈眩 炫耀 二 不知所措 措施 三 瞎不眼 鱼 鱼月 绿洲 苏洲 来答案你们要帮我选 二 好 来如果你有写错的同学 你自己帮自己做上重点 暈眩的炫目部 好 实际眼花 眼花缭乱 然后眼目不清楚 随心目部 好 再来炫耀炫是火部 好 措施以及不知所措的措施 同一个字 再来呢 霞部也 鱼的鱼 是玉部的鱼 鱼月的鱼是心部的鱼 再来 绿洲 水部洲 苏洲 旁边没有鱼手 OK 好 来 再来 我们要把那个副句的句型套路 套用在这样的题目当中 怎么样正面攻击 怎么样干脆器械投降 好 类似像这样的题目老师会建议你 如果没有办法一时看出答案的话 请你就每一个选项的答案套用在里头 念念看有顺畅那个就是答案 好 来 第一我们把它套用 若能正面攻击 还是干脆器械投降 好 来 不但正面攻击 而且干脆器械投降 好 来 与其正面攻击 不如干脆器械投降 第四 不论正面攻击总是干脆器械投降 听起来 三 会比较适合 对不对 OK 好来第三题 这一看就知道是周瑜打什么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嘛 好 在课本上 周瑜打了谁 好 命令他的随众打了谁 yes 王干 好 但这是一个诈祥的手 手法 对不对 好 再来第四题 哪一场战役后 形成刘备孙权害 曹操三方势力相抗衡的局面呢 答对 赤壁之战 好 对五大敌照样照句 同学你们在写这个句子的时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他的词性 好 江面映照的波光 如白昼般明亮 好 除了词性之外 除了词性之外 我们发现他要我们做一个辟语的一个练习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直接先将解答 那你们参考 好 墙上彩绘的壁画 如公平般华令 有没有看到词性 有没有哪一个词性比较不一样 没错 就是彩绘的这一个语词 它是一个动词 好 印照也是动词 所以这个呢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要帮我换上动词的部分 OK 那你们在做一个评语用法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前者跟后者 他有相似 相同 好 非常类似的地方 可以进行这样的评语哦 OK 好 再来呢 最后一题 即使也不会 即使也不会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解答 即使困难重重 也不会消灭他实践梦想的决心 请各位六年级了 好 你们一定要写两句以上 好 即使困难重重 这样算半句吗 好 算他 勉强算他一句 好 再来也不会消灭他实践梦想的决心 好 再半句加起来总共一整句 好 至少至少 必须要这样子 好 中间要有个符号来隔开 OK 好 以上是第八课博作的答案的定证 那 请各位 我希望你们是真的有跟着哦 好 那我们一起来检测完 好 来 再来呢 这件事情做完 我们要即将进入我们的第九课的部分哦 好 好 不信你们先把课本拿出来 好 好 来 课本帮我先翻开到八十六页 好 先帮你们布上个动画 各位同学集合咯 今天要来上不一样的课 哦 是什么啊老师 今天是有趣的户外课吗 是啊 你们看前方有两条路 一条看起来比较笔直 另一条则是蜿蜒齐驱 老师是要我们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吗 答对了 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 每条路的终点都有奖励哦 老师 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啊 大家放心 这是我们六年级老师 一起去勘察了解过的路线 并且设计了一些小任务在里面 同学出发前 先来老师这边领哨子和任务卡 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 嘿嘿嘿 停起来好好玩 我最爱冒险了 嗯 我要选择蜿蜒的那条路 Q讲 那我跟你一起去 哎哟 那条路太麻烦了 我要走直直又明亮的路 怎么会呢 嗯 那我要跟Q讲Pico一起去冒险 这条路好像比想象中的可怕耶 没关系 虽然我们人比较少 但我们一定能成功抵达终点的 嗯 走吧走吧 哇 一面我们落后进度太多了 哇 这里有好多颜色特别的凤蝶 哇哦 真的好漂亮呀 那边的树上也有长相奇特的鸟耶 树层后面躲了一只可爱兔子在偷看我们耶 嗯 这条路充满好多惊喜 一点都不可怕 哎 我们走到终点了 大伙都在那集合了 嘿 我们回来了 哦 你们好慢哟 我们很快就走到集合地点休息了 过程好无聊 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 我们发现好多可爱的动物们 跟美丽的风景呢 嗯 虽然那条路看起来很可怕 但当中却是充满惊喜 没错 这堂课要你们体验的就是明亮的路不代表真的丰富 蜿蜒崎岖的路不代表没有惊喜 所以在你们将来的人生中遇到困难时 要勇敢地迎接他们背后的收获 OK 好 来 各位第九课 我们叫做未来之路 所以未走之路 好 好 来 老师在要上课前有一道问题 让你们先来思索看看 如果你在未来的路上 或者是说在过去有一些经验 你到了一个比较不熟的地方 好 你走着走着 然后眼前就出现了一条岔路 那你会选择一条就是阳光大道 看起来非常凌朗 比较就是比较平缓的路 或者是看起来就很迂回啊 然后暗暗的啊 看起来让人家觉得很有神秘感的路呢 好 好 这一道问题放在你的心里头哦 好 来 各位那我们先听一遍这一课的全文 好 我们大家就认真听 那你可以打开课本 手跟着一起指指指指指指 好 好 那我们先开始 九 未走之路 作者 罗优伯特 佛洛斯特 逆者 曹明伦 有两条岔路 金色的树林中 有两条岔路 可惜 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 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 急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 直到它转弯 消失在树林深处 然后 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 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 因为它荒草丛生 人积寒致 不过 说到其冷清与荒凉 两条路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天早晨 两条路都铺满落叶 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 唉 我把第一条路留给未来 但我知道 人世间千末综横 我不知未来能否再回到那里 我将会一边铠探 一边叙说 在某个地方 在很久很久以后 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 我选了一条人积稀少的行走 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这是第九课的全文让读 那各位我现在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请你翻到课本 已经翻开来了 来 请你画上一些你不太懂的语词 好 不太懂的语词 请你做发现 由于我来说 你怎么会不太懂的语词 我来看看 好 好 时间到 那老师先带各位写下一些意思的解释 那如果你有圈道的语词是我们老师没有提供的部分呢 那我先请你自己拿出字典 或者是你的评版 或者是网络的资源 好 去查询 OK吗 好 那各位准备笔哦 我们今天在课堂上要把这个 你们有看到绿色部分 老师先前先把它圈起来的部分 先做一个笔记哦 好 来 第一个 岔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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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主要干到分出的路 爬山时遇到岔路最好抬头看标示牌 再决定往哪儿走 好 来 岔路 请帮我把这个解释写下来 从主要干到分出的 打岔 岔路 帮我把解释写下来就行了 好 这个部分就好了 从主要干到分出的路 从主要干到分出的路 像我们学校校门这一条路啊 我们往左边走 第一条岔路 是在哪里啊 对 在OK那个地方 我们在右左右两条 好 那如果我今天不往右走 我们继续继续的往下开 好积极的开 直行的开 那我们第二条岔路会在哪儿 大小的 好 当然可能会有人说 可能是接受果中 上面那一条 路边上面那一条 好 那我说如果是大小路的话 对 没错 就是在莱尔夫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左右的岔路 好 左是往大西 右是往父亲后山地方 OK 岔路 写好了吗 从主要干到分出的路 好 那他当然 岔这个语词还有别的意思哦 还可以在别的语词上有不同的用法 打岔 这个就可以不用敲 这个可以不用敲 好 打断他人谈话或工作 就是打岔 别人在交谈不要随意打岔 请耐心 耐心等待 打岔跟岔路 快快哦 把岔路的语词写下来 从主要干到分出的道路 OK 好 再来呢 吉木 各位你们写语词解释的时候 就写在左右两旁就好了 好 吉木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看 穷尽眼力的眺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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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极力的去看 好 把眼前所有能够看到的范围 我都把它看过了一点 穷尽眼力的眺望 好 例句 站在山顶吉木眺望 能看见海上的一座小岛 好 就用力使力的看 好 最远可以看到小小的一点 那边是小岛 好 来 吉木的解释帮我写下来 吉 穷尽眼力的眺望 穷尽眼力的眺望 如果在课堂上就是 会让你一个人 让你两个椅子上去 帮大家来解析 好 来 下一个 要跟上哦 来 下一个是眺望 眺望什么意思 看 什么样子的看 远望 好 不是看近的 是远远的看 看向远望 好 例句 来 各位先帮我把 他的解释写下来 远望 好 例句老师念给你们听哦 登上高峰 眺望万里 远山 心胸顿觉 开阔无比 就是眺望的解释 就是例句 眺望就是远望的意思 好 来 再下一个 在下一个 亦然 有听过亦然 决然 对不对 那亦然是什么意思呢 好 帮我写下意思哦 坚决毫不犹豫的样子 坚决毫不犹豫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速度有点快 你自己可以在你的iPad上面 就按暂停键 等一下来写 再继续听 好 好 来例句部分老师念给你们听 为了实现理想 他毅然 投身教育改革的 行列 毅然 坚决 毫不犹豫的 毫不犹豫的 好的 下一个 向往 向往 各位帮我把它写起来 私目而神往 私目而神往 毅句湖边木屋衣山傍水 如梦中美景 令人向往 好 来 向往解释 帮我写下来 私目而神往 私目而神往 好 那我们另外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补充 来 有听过向导吧 在路 或是在路的人 好 例句 爬山时一定要请一位熟悉山路的向导带路 抱歉 抱歉 向导可以不用写 向导可以不用写 但是你要知道 他可以当作带路的解释 也可以当作带路的人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 项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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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目意思就是仰慕的意思 我项目那些不济得虚奉献社会的无名英雄 项目不是项目哦 他是仰慕的意思 好 来 相关语字没有了 那我们再看回去 人积喊治 人积喊治 好 来 人积喊治是人很多 还是人非常少 来 答对了就是很少 好像这个喊 我们很常听见有喊见疾病 喊见就是很少见的 好 所以人积喊治 表示就是很少有人去的地方 或是直接是指偏僻荒凉的地方 来 两者你就选姬一两个写哦 你可以写很少有人去的地方 亦或者你可以写偏僻荒凉的地方 我速度会稍微加快一下 因为各位你们按暂停键 就可以慢慢的来写了 好 那我往下哦 地句的部分 此处人积喊治 人保有自然 人始风光 OK 再来 罕见 罕见也就是少见的意思 难得意见 地句 这次的展览将展示 喊见的奇花艺草 所以这些奇花艺草 是非常少见的 好 喊见 那喊还有什么呢 来 我们听听看 是吸喊还是吸汗 吸汗 好 那所以各位要正义回来哦 我说不稀罕啦 我不稀罕你说 我不稀罕你的这样东西 我不稀罕什么 好 但是我们要把它正义回来 是吸汗 吸汗就是不常见少有的 好 或是稀奇珍贵的 一句他神秘兮兮的说 的说带来一件非常稀罕的语物 神秘兮兮的说带来一件非常稀罕的语物 好 那我们再回去哦 再来 荒凉 荒凉 好 刚刚有稍微在 前面的解释有看到这个过分 来 荒芜而冷清的样子 荒芜而冷清的样子 像这几天的脚板山 呈现这样子冷冷清清的样子 好 接上就是 就只有变加 好 那路上真的比较少人在走动 好 真的 就疫情部分要靠大家来 把它一直做 大家都做得很好哦 都有带在家里 好 来 例句 由于人口大量外移 这个地区越来越荒芜 好 好 荒芜的意思 请帮我抄下来 荒芜而冷清的样子 好的 那我们再往下走 荒芜沫 芜沫中横的芜沫 好 那我写下 田尖小路 田尖小路 好 例句 坐在废芜上往下探 田尾间 芜沫中横 好像一座鱼宫 也就是田尖 你可以看到 好 我们写一个田字 芜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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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哪里呢 我用红笔来画 就是这些 边边微微的 路 路会加前路 那里头就是 就满满的 造草 我们座物 所以红色的范围就是 我们 我们讲的前面 好 那前面可能是横的 也可能是直的 所以 好 就不画完咯 好 再来呢 我们要继续往下走 考探 有感触而叹息 有感触而叹息 看到顾姬 心 心 他 放眼镜是断元残瓦 令人坦叹 避震的元性 OK 好 那各位把解释之下 由所短出而叹息 那往下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另外的语词呢 奋 好 我们来确定一下 它的语语 奋海 奋海 愤怒而激动 对歹徒绑架学童的做法 大家感到愤慨不已 愤怒而激动 好 那我们再往下 凯 凯然 感叹的样子 生活环境日益恶劣 我们不能只是凯然叹息 而因力谋改善 好 这句 越来越 越来越 就越来越 不是这么好 好 与其在那边 坦然 不如我们就好好的来省电 省水 好好做好帮您工作 对不对 好 吧 来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语词咯 来 续说 续说 口头叙述的意思 各位帮我写下来 口头叙述 口头叙述 我待会让你们真的就要来做一个 续说 但那个内容不用你自己去想 我们待会我会请各位录制这一课课文 全课课文 你要帮我朗读出来 然后传送到全课 让我们来听听每个人美妙的声音 好 例句 他请着泪水述说这一年来所遭受的变故 好 再来呢 大家有看到最后一个 有没有 好 我直接先按下去 截然不同 好 在我们本课的最后一段 好 截然不同指的就是 彼此差异非常显著 好 把我写下来哦 好 他们兄弟两人虽然是双胞胎 性格却截然不同 形容 形容彼此差异非常显著 OK 好 好 我们来照回本课 好 那以上呢 请各位把所有的语字都做上了解释 你们都要帮我写完哦 好 到时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就是直接看课本就知道 你有没有跟着一起上课咯 好 那我要讲到今天的课文 今天的作业 对不起 今天的作业部分 好 来 我们刚刚都已经做完第一项了 好 请完成国座第八课定证 好 请完成国座第八课定证 好 来 我们刚刚都已经做完第一项了 好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看完 看到这一个线上教学这个页面 作业部分 你就会知道 待会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念第九课的课文 全文哦 朗读哦 然后录制起来 帮我回传到班旨上 如果我们的那个录音的部分呢 他的秒数 时间只给你少少 那我们就分段录 我们看一下状况 有问题 我们直接翻评上面再讨论 好 再来呢 你们今天实体的作业 小鸭本都有带回去 对不对 请你们用小鸭本去查这一颗生字 好 这一颗生字非常非常的多 只有四个 好 那你们就帮我写完 我不会跟你们对答案 就是等到你们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们再把作业交给我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语课程哦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谢谢各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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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